詞曲 李宗盛 好 各位 歡迎宇芬子 那我們接下來要開始座談 那在開始座談之前 我先介紹一下導演 導演他在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有拍紀錄片 是作為他的畢業之作 然後在研究所的時候 在台藝大陸的英雄媒體 藝術研究所 其實導演跟我一樣年輕 應該單子出頭嘛 但是呢 他入行卻已經超過十年了 那麼長的經歷 他相信也是一步一腳印的耕耳 那我對導演的認識 其實是透過朋友 因為不曉得各位 是不是在我們學校的 也會導演掉建華 還是他其實也會帶判判犯 問下來在場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齁 那其實那時候啊 就是掉建華就一次 跟我問陳師傅 陳博文師傅的聯絡方式 因為他在剪定 莫丹派樂飯的時候 很希望找到一位剪接 所以就請教了陳博文師傅 那陳師傅呢 就大力推薦了李宜山導演 那我就想完 那一定是李宜山導演 他在工作上面的態度 一定是很受長輩的賞識 所以其實第一次聽過 李宜山導演名字 是透過朋友的 那也很高興在千年金碎的時候 可以放這部片 而且也感謝電影中心 幫我們邀請到導演來清大 那相信等一下的座檯 應該大家可以得到很愉快 那今天這場的觀眾啊 除了大家喜歡看電影之外 好像也有不少 正在畢業製作裡面很 雞快樂也痛苦的煎熬 那等一下就是有想到什麼 都可以跟導演聊聊 那導演已經在現場 我們要掌聲歡迎導演 大家好 剛剛我不曉得 會用廖建華來介紹我 我其實今天才跟他見面 因為我現在又在剪他的下一個作品 對 他一直在拍 就是在關注一些 台灣的就是 基層的社會運動工作 然後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做剪接了 我可以做什麼 是這樣的 因為我其實已經 我其實平常 並不是以剪接師為主業 那但是因為他做的題材 其實是我覺得很感興趣的 所以當時剪了那個 然後剪完之後 本來就想說應該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結果後來他又拍了一個新的片子 然後我們已經寫了半年 最近快要告一個專桌 所以今天早上才 才跟他在確定我們定檢前的版本 這樣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個新的作品 對 然後這也是我的姐姐的告別作 因為他現在就是主要主要還是做 一座導演居多 然後因為另外我還有在 其實我還在學校教書 對 我在教電影相關科技的 對 所以 對 這是我現在的境況 對 我在一起出頭 對 好 那我要先 就是這個片子 其實今天我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來看 因為其實這個片子 我一直覺得已經是個老片子了 他從去年中之後一直有一些曝光 那我一直想說 關於獨立式片尤其是短片 感覺他應該是很容易又飽和了 可是其實這幾次因為 播影中心結合了金會長的放映 其實都還是有一些觀眾會來看 對 那 這次總共關於我們 我這個片子的遙約 大概也有糾唱吧 然後我其實只有 來兩場一場就是在這裡 對 因為我覺得 可能當初因為節目在看亂辦的關係吧 所以對這裡有一個特殊的 一個直覺覺得說要來 然後另外一場其實會去媽祖 媽祖媽祖是另外沒有去過 那其實其他這個機場 就沒有辦法到 因為我們講工作也比較忙這樣 那 在我 我來講這個片子之前 我想說先問問看 各位有沒有什麼 對於這個片子的回饋或問題 那 我可以再就你們的問題來分享 我剛剛看到有人的T恤 穿的是橋光軟體的T恤 達文西 你是 欸 你們是 你們學校有這個科系嗎 沒有 是社團 是社團 然後你穿了達文西的T恤 達文西是一個橋光軟體 是一個專業的橋光軟體 然後我剛剛就 在後面就飄了 然後 所以社團的感覺是在很多地方 有來自家 因為我發現 這裡 學校內的同學的T恤都很有特色 像我剛剛來的時候 看我躲在我前面那個人 他的T恤是 新竹風很大 我不知道他現在不能這樣 對然後 又是一條光軟體的這樣 我覺得很有趣 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 我翻過兩次 那我先會講一下 就是我第一次看是在高主店 好像是前面 對 就是手多了 然後 因為那時候其實一連 一整天看都不短片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 是沒印象深刻 就是因為 我覺得 導演用了很神奇的方式 讓演員可以很大膽地展現他 就是很吃演員的表演 而且整個片就是 不知道導演是怎麼跟演員 建立這個不信任吧 或是讓他在鏡頭前面 就完全不會說 或是他就不在意在鏡頭 然後還有第二點是 因為小朋友真的太可愛了 而且我知道小朋友真的超級難拍 就是 就是五六歲就算了 開始動一點點化 但是我覺得小一個人真的是很 很難 扣 很難 很難 對啊很難跟他說要怎麼表演 不管導演是怎麼抓到自己的順序 或是像之後他笑得不透 我就覺得喔 心都轉起來了 然後就是 今天是看第二次 然後我就更在意的是 還有這個聲音 就是 覺得 用很多環境的音效嘛 然後 把這個片的質感都怎麼都帶出來 然後反而比較爽動的配音 然後 這部分也蠻有巧思 然後我覺得很 對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 你看得好仔細喔 果然是看了兩次 對 我想說 我先講一下 第三個問題先講好 我先講一下 關於這個片子的聲音 其實這個片子的聲音是 我一直覺得齁 我們在做 雖然說在場 大家不是電影工作者 但是還是讓我囉嗦一下 結果我一直覺得 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電影是一個視覺的東西 那其實電影是用耳朵來看的 可是這個耳朵是我們 用耳朵來看是我們不自覺的 就是當你其實會發現到 你在看電視或看電影的時候 通常耳朵過眼睛就過了 就是當你耳朵聽得順 其實眼睛就過 這是一個剪接的一個方法 像我們其實在做剪接的時候 很多時候畫面都很不連 但是聲音順畫面就過 所以其實耳朵是走在眼睛前面的 對 然後所以在做 在做 因為我本人也在找教書 然後我就發現大家 還是會比較focus在 就是覺得 電影就是眼睛 我們要去追求的是 畫面啊 質感啊 光影啊 但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耳朵的聲音的臨場感 就除了眼睛 我們在製造視覺上的臨場感 給觀眾以外 我覺得耳朵的臨場感也很重要 所以像我自己過去的片子 我其實都會放炸彈的環境音 那這個環境音其實是我對於不同城市的感受 例如說 新竹會有新竹的聲音 然後台中會有台中的聲音 台北會有台北的聲音 那你對這幾個城市的聲音的想像是什麼 對那因為這個片子是在一個小鎮上面拍的 我覺得那個你剛剛聽到的那一些東西 就是我對於這個小鎮的一個聲音的印象 就經常都會有 不知道為什麼都會有一些 鋁場廣播 台北來了鋁場就廣播了 類似像這樣 就說起這類型的聲音素材 對所以這是一個 我覺得 有時候當你聲音的臨場感做出來之後 其實是不需要太多配樂的 對 所以關於配樂這個我可以再說一下就是 我們通常都會講說電影配樂配樂 就是好像音樂是玩配的 可是其實我比較喜歡說是電影音樂 也就是這個音樂它跟影像 它應該是兩個應該是視君臨敵的 而不是聲音音樂來配畫面 對這兩個東西是視君臨敵的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在這個片子裡面 它的配樂的音樂的風格比較不一樣 是它沒有在服務劇情 就我在看電視劇的時候 常常都會看到一個地方 音樂一下 然後公眾的音樂就掉了 經常都是這樣 但是因為這個 這個時候的音樂的作用 它就很像是一個 啊火一開 然後這個水就滾了 有點這種感覺 但如果它是視君臨敵的話 你會感覺到沒有誰在跟著誰 對其實我在這個片子裡面 用的一個音樂的策略 比較有意思這樣 對那你剛剛還有講到關於嬰兒 關於嬰兒症 所以我就可以很多可以分享 因為我本身是有公布的育兒經驗 我沒有生小孩 我沒有結婚 但是我有公布的育兒經驗 因為我們家 從小到大 我就是跟小孩一起長大 我媽媽是抱墨 所以我從小就在帶孩子 所以我對於小朋友的這個 這個作息是很了解的 在拍這個片的時候 你說你有看到他有打呵欠 有笑 有哭 基本上呢 小孩的狀況是這樣 他大部分的時間不是在睡覺 就是在哭 所以你要算好拍攝期要怎麼拍 例如說第一天 他還滿充滿心天感的時候 要把說他吵人歡欣的鏡頭 都要拍在第一天 因為接下來他開始會覺得 拍攝的現場很熱很累 就會開始大哭 那你看到影片裡面 很多都他哭的 那另外沒有哭的時候 就是他睡著的時候 或剛睡醒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們的拍攝板表 是根據小朋友的狀況來拍的 那些微笑的鏡頭 我們只有在第一天你才能知道 本來在那個片頭 他不是有身手去抓那個 那個那個動貌棒嗎 對 那個其實也都是第一天拍的 因為到第二天他已經 第一天基本上小孩在是片場 他到第二天之後 就會瀕臨崩潰邊緣 或是崩潰 就只有這樣 崩潰邊緣跟崩潰 沒有正常的動態 所以青藏就很大可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拍有一場戲 就是女主角他要踢桌子那一場 那個鏡頭拍了三次 小孩就在他的胸前退倒 他就這樣不踢了三次 桌子被翻了三次 小孩都沒有醒 因為當時我們真的很害怕說 小朋友會不會出了什麼事 後來他的父親就 在我們喊咖之後 走到他的旁邊 用手這樣去摸他的兒子 然後我們在呼吸 然後他是一個 又可不到六十月大的男嬤 我看到他的父親這樣子在 看他的兒子有沒有氣息 那時候當下做了一個導演 你真的覺得我到底在幹嘛 會覺得說 這時候會覺得電影有這麼重要嗎 然後我們其實在拍的時候 小孩子的狀況非常多 就是 因為他哭到後來他的聲音變了 收音實在是聽 都覺得這個聲音怎麼變啞了 哭聲都變啞了 然後其實有好幾度 我都覺得說是不是不要拍了 然後直到有一次就是 他真的是已經哭到他的 所以我就崩潰了 我跟女主角就崩潰 我們就覺得天啊 小孩太辛苦了 然後爸爸也哭了 媽媽也哭了 我們就四個人暫停拍攝半小時 然後我們就抱在一起哭 就說怎麼辦小孩子 怎麼狀況那麼多 就後來我就說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先到這邊 因為那場戲剛好是要拍 就是最後最難的那場 嬰兒要噴尿那場 那場戲真的非常非常難拍 因為除了嬰兒要噴尿以外 然後嬰兒要真的在鏡頭前面 就是脫下他的褲子 撒一泡妙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有點拍不下去 可是後來是小燕的父親 就跟我們講 他就說不行 他說你如果現在就不拍了 那我們前幾天的努力就白費了 他說你去管 你去做好你的事就好 小朋友小孩子的心理狀況叫做我 然後因為我一直很擔心的是 我們都聽過內在小孩會受傷 但是從一個比較類似心理學的角度嗎 那心理學嗎 還是就是我們每個都內在小孩 然後常常往往我們長大之後 如果我們在長大之後的一個行為模式 是跟我們小時候的經驗有關 譬如說有一個人他非常沒有安全感 他不容易信任別人 可能是因為他的童年經驗 對然後那時候我就很擔心說 我不會讓那個小英格在童年的時候 有一些受傷的經驗 導致他長大之後變成一個情感匱防的人 或者是所求不度的人 我都在想說我一定要問這個小孩負責 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小時候讓他驚嚇過度這樣 可是後來就是很慶幸的是就是 因為爸爸很真正的知識 所以因為他這樣一講我們就繼續拍 然後你們一定想說哪來的父親對不對 怎麼會有這麼好的 這麼理解拍片的這個一個爸爸呢 因為他本身也是電影工作者 對所以他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當初在選嬰兒的時候 其實關於以後如果各位有機會拍電影 你們如果要拍小孩 你們要視鏡的人 絕對不是小孩 要視鏡的人要視他們父母 要視父母親對於劇主的態度 對 如果當時這個小孩 其實視鏡了很多很多 有很多爸媽都很有興趣 其中有一個一對夫妻他們是 媽媽是牧師 爸爸是醫生 然後另外一個是兩個都是知識分子 然後他們都覺得 我希望我喜歡來拍電影 因為他們對於拍電影的想像是 以為是像在拍尿布廣告那樣子的 銀河在攝影棚翻來翻去 旁邊還有棉花 很柔軟這樣 他們對於拍電影的想像是這樣 然後我心裡就在想 沒有拍電影是這樣 是很殘酷的 然後所以當時我就知道說 不能找這一種 因為首先父母親都是醫生 父母親都是知識分子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 因為比較麻煩 對他們不太理解電影的製作過程 那可能有些地方會不太能夠 理解我們的這個拍攝的模式 所以後來我就想到 我有一個人是一個朋友 他以前也是我劇組的工作人員 我前一部片的 他剛好要找我懷孕了 快生了 我就跟人家說 生出來之後可以就直接來拍電影 對他張架一口答應 然後後來因為就是也答應了嘛 我就沒有去找別人了 所以他就也就小孩子出生五個月後 就送進來了這樣子 就完成了這一種片 對然後剛剛你還有聽到 關於女主角的事情 其實女主角她本身 因為她並不是一個職業的演員 對那我過去的作品 其實我都不太常跟職業的演員合作 我喜歡素人 因為對我來說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表演 每一個人都會表演 而只是只是在於說 我們平常會 我們對於表演這件事有些誤解 例如什麼呢 表演只會有兩種狀況 第一個是放不開 第二個是模仿 所謂的模仿就是 今天假如說你要我演戲好了 我在那邊演戲 可能我演的東西並不是 我是演出來的 而這個模仿是來自於 我過去看過的電影電視等等的 我在模仿他們的表演 但其實演戲就是一種自然的反應 只要你是一個人 只要你有七情六欲 你有情緒 你都是可以演戲的 對我來說 然後另外一種是放不開 放不開的意思就是 今天我如果要在你面前 做進行一張表演 那我會有所謂的偶像光譜 我會放不開等等的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你撥開掉這件事情 撥開掉你的偶像光譜 撥開掉你的情緒感 然後撥開你過去在電視電影裡面的 對於那些表演的理解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演戲 尤其是有每一個人 對所以其實我 我自己是一直以這一套理論 在撥戲的 所以我在撥戲的現場 其實對於這些素人演戲 唯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 去除掉他們的恐懼感 然後給他們安全感 那當你這兩件事情做好之後 你只需要去創造一個環境 讓他去感受到 這個劇本當中的情境就可以了 就像現在 像其實如果說大家都有 平常有去參加義務座談 或者是說去上 在課堂上上課 你每到一個空間 你都會感覺到 這空間有一個氛圍 有的氛圍是友善的 有些氛圍是歡樂的 有些是剛睡醒的 沒有像早八的課堂 早八的課堂進去就是混了 就類似像這個 其實導演要做的事情 就是創造一個環境 然後讓你的演員 安心到裡面去 他就會自然而然的 在裡面出現一些很真實的反應 那攝影機的任務就是把它拍下來 所以其實影片的這些 關於裡面的這個攝影的風格 他是非常非常隨性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在配合 都是在捕捉 捕捉演員的那個 當下的那個moment 那個片刻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我的理論在這裡 因為我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聯繫 然後你是一個人 你有反應 你有情緒 每一個人都可以聯繫 對 大家還有什麼要分享的 或是還有什麼問題 要討論破綻 那他們的飯也可以 或是在幹嘛的前一天 呵呵 呵呵 我剛剛請問一下導演 就當初那個亮亮的設定 為什麼會設定這樣的狀態 然後好像沒有講解說 他是不是一樣的事 因為他應該是聽得到的 但是說話就是會很刻意把它做個包裝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設定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你說 你知道我怎麼會做這個設定 不只對於他的外型跟個性嗎 還有對他這個 還他不說 不說話 就他整個一個人的整個一個 怎麼樣 對於人生的一個投射吧 那個感覺上 就是以不講話這件事情 對 那我剛好也是一個媽媽 他我小朋友有帶來 兩歲滿 然後我就覺得有時候 就是我覺得我看這片 我投射的感覺是 其實對很多媽媽來講 其實不說話是最簡單的 對就是寧願去聽 然後去感受團靜 然後再看自己要怎麼做 就不要說話 其實反而會變得比較單純 不知道導演是用這個方向 去做一個思考這樣 好 我可以先說一下關於鵝如腳的設定 其實這個鵝如腳本來 我在寫劇本的這一段 其實他本來是一個很可憐的原來子 就是可能是骨瘦如柴 然後苦相很瘦 營養不良黑黑的 本來的設定是這樣 因為我當時就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的故事 對就是一個 明明這個小孩也不是我生的 然後我被有點是被一個大防禁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後來沒有 我自己當中在寫劇本的時候 我並沒有意識到 就是其實這裡面帶有很強烈的性別意識 所以我在拍完之後 才被有一些影評啊什麼的 他們才說 這是一部女性電影 欸對耶 這是女性電影欸 因為他一直並沒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創作都是很自然的投射 然後所以我開始就發現欸真的 我就發現在這個片子當中 我所寫的這個男性的角色 怎麼都是這個德性啊 對男性角色都是這個德性 然後我就意識到 喔難怪會被說這是一個女性電影 那所以當初在寫的時候 其實這個女生本來 她應該是一個受害者 我在一開始的劇本的想像 跟我一開始導演的方向 可是有一天 我那時候在看警 然後我那時候開車我在看警 然後我就突然聽到了 廣播傳來的一首歌 這首歌是有一個獨立樂團 叫做黃厚皮香 他們有一首歌叫做人間寵唱客 然後那首歌的前奏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在想哇 那以前都是吉他彈的 我就在想說 哇這個彈吉他的 他在拽什麼啊 就是他的那個旋律跟他的彈吉他的方式 讓我覺得他非常的拽 然後可是這個拽 突然讓我有一種 我對他生起了一種尊敬的感覺 因為其實歌詞是悲慘的 可是他的音樂 跟他的這個音樂給我的精神的這個感覺 是很拽的 所以我在聽到那個歌之後 我就突然在想 嗯我覺得這樣這個角色 不能太悲情 因為我當悲情的話 感覺好像就是 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 又找了一個看什麼悲情的人 然後最後那個觀眾 對觀眾就有孤單 可是如果這個故事本身 劇情是一個 其實有點慘 對這個女主要做有點慘 可是你讓這個角色是很有生命力的 很頑強的 那這個角色他就很酷了 因為當他一點都不覺得自己的處境很慘的時候 觀眾就會聽他覺得他很慘 對 而在大部分在創作電影的時候 我們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我們希望觀眾去重新角色 於是創作者在片中 就會一直讓角色去經歷一些很悲傷的處境 然後讓他去很悲傷的表演 可是往往這樣子的東西加在一起 觀眾會都會看到 就會覺得你的意圖太明顯了 反而進不去 所以我後來那時候在想的就是 對我覺得這個角色要讓他很甩 就是他其實遇到的事情都蠻糟糕的 可是他一點都不覺得自己 他不同情自己 一個完全不同情自己的悲慘處境的人 外人看了就會同情 對這是我的想法 然後所以當時就找到這個女演員 他其實是電影的一個素人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身上有一種 非常非常奔放的性格 就是他其實也是一個 他跟我 我在拍這個電影的時候他才20歲 然後他也是很辛苦啊 打工啊 然後純學費啊 他有他的夢想想要去跳舞啊等等的 可是這個人就是一直都有一種任性 而且我當初其實會想要找這個女生的原因是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完全沒有跟他說我是誰 他也不認識任何拍電影的人 我就找他出來 然後那天是一個下雨的晚上 然後我們走路走到一半 他就突然蹲在地上 然後就徒手撿了一隻蚯蚓 然後那蚯蚓還在扭啊 他在手上扭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欸你在幹嘛 他說這隻蚯蚓如果掉在這個中間 他等一下就被人家踩死了 所以我要把他救起來 要把他丟回土裡 然後他就在我面前抓起來 那隻蚯蚓把他丟回土裡 然後當下我突然覺得好有趣喔 因為可能我認識了 因為我也不過在大學教書 我認識了20歲的少女 都是非常漂亮亮的 每天都畫著精緻的妝 更不可能去徒手去抓蟲吧 對不對 那時候我當時覺得他身上有一種 很草根的味道 就是很台灣草根的這種感覺 所以當時我就找了他 然後再加上他的整個外型跟身材 其實會一直讓我想到一個美國的演員 叫做瑞銘齊薇格 就是演BJ單身日記的那個 就是也是身體身材比較 比較豐育然後白白的肉肉的這樣子 我自己非常喜歡BJ單身日記 因為他也是一個 其實這個角色也很長 就是BJ單身日記在講一個 年過30歲的一個女人 然後他在新年的第一天 發現自己沒有男朋友 沒有結婚 然後又抽一就酗酒 提供牌操作 他想要去改變這個困境的一個故事 我那時候就一直覺得 這個女主角 等一下這個角色 一直讓我想到那個女演員 所以那個時候就希望可以 我覺得這一次會讓我們很興奮 就是去找一個 不是我們點心印象中 會出現在電影裡面的 白瘦美的女主角 如果讓他變成女主角會怎麼樣 對 所以當時是這樣 然後關於那個 你說不說話的設定 其實他不是啞巴 他就是不說話 因為這是 我自己 這件事情是 原住以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就是我在青春期的時候 其實我會懶得去溝通 你會覺得反正大家聽不懂 在說什麼 然後跟爸媽不合 就不講話 所以我以前小時候有那種 不講話幾天的紀錄 對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把這樣子的一個很幼稚的 很中二的心理機制 把他放到片子裡面去 對 所以做我們這個角色的設定 對 對 那種街舞 然後 我覺得他對於表演一直都很有興趣 對 就是他完全不怕鏡頭 就是 欸我不知道這一次你們 有沒有要放另外一部片 二號球衣 那一部 因為 不知道在其他學校 二號球衣也是他演的 對 那其實他在演這部片之前 他 只有演過一個 類似 就是學生作業這樣子的片子 那我覺得當初其實 因為他本身不怕鏡頭 然後 他又 有表演欲 他是在 北 台北體院的表演 動態表演藝術系的街舞組 對 那我覺得 關於 這樣子一個 年輕的 年輕的女生來講 就是他對於 可以演戲這件事情 是很興奮的 只是沒有想到 說他演了之後 他現在都戲都結不完 所以他現在其實 他的片語又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從這部片之後 對 對 應該是有讓他 找到一些成就感 不怕鏡頭 我覺得很重要 對 他想要任何問題 一些事 可以嗎 我們可以輕鬆一點 請說 我會想要再 先救那個 哼子的意思 你說哼子 因為哼子不是槍的意思 嗯 然後女主角在就是 片子裡面真的碰到 真的哼子 然後還有一個 叫做哼子的聲音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是 你說就是哼子嗎 嗯 好 我其實對於幫演員取名 這件事情 是有一點 龜毛的 哈哈 就是 就是 因為你知道我常常學校 看學生的劇格 然後去看學生的劇格 他叫做 呃 王叉叉 李蒙蒙 陳 陳什麼 然後我就會覺得我看完之後 欸 這一直主角叫什麼名字 我就會記得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取名 這件事情是一個 學問 呃 就是取讓人家會記得的名字 尤其事實上 嗯 我有一些朋友他們有些奇怪的腕 我其實都有偷偷做紀錄 例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她 她 她的腕 她的這樣 Band 哈哈 就是 就是 各種奇怪的名字 這種充滿很台灣的 就只會在台灣出現的名字 我很特別喜歡 然後像潘子這個是 因為 嗯 那時候想說嬰兒 要幫嬰兒取 可是你幫嬰兒取 叫什麼小寶啊 什麼 就很無聊嘛 對不對 就是所有的小孩 好像都會有 十一個應該會有三個叫小寶的 然後 我就想要 想要學一個不一樣的 那 男嬰 男嬰是那個片子 一定很重要的影響 因為呢 劇中的所有的男性角色 基本上都不成立 只有這個男嬰成立 那男嬰是什麼呢 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心裡是這樣想 我想說男嬰就是戴拔的嘛 對不對 男嬰戴拔 那 槍就是噴子的意思 因為我們現在 台語不是講那個 混雞跟頭腦嗎 噴子跟頭腦 就是槍跟子戰 所以我就想說 那如果把它叫槍 好像也有點 是對於噴子這個性別的一個暗示 所以它是一個帶拔的男嬰 帶拔的嬰兒這樣子 對 然後 我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出生在一個 比較 比較 就我們家其實是工人家庭出來的 我爸媽怎麼是工人這樣子 所以 在我爸爸的以前小時候 我印象中就是他的同事 或者是後來 因為我爸爸現在是有一個工廠 然後工廠裡面的人 都有很多很奇怪的名字 然後我其實都會去通通記錄下這些名字 作為一個具合的那個素材的來源 例如說 就會有人叫 叫 我爸爸的 有一個工人 他叫做 奧古 就是在那邊 會很特別 就覺得 怎麼會有人叫奧古 或者是叫一些奇怪的動物 他們非常喜歡一個動物 例如說像 燒雞 燒雞 燒雞這個裡面的萬號 然後我覺得這個名字都 讓我覺得非常有 就是 就很親切 因為就小時候 你就常常聽到 自己的家裡面 然後就會聽到這樣的名字 對 所以我在取名字的時候 其實就會去想比較多 就是 讓你的角色的名字 有一點不一樣 不是取一個正式的名字這樣子 那是外套 對 但是對於燒雞這個名字 其實是有一個 一個 性別的 那個 暗示在裡面的 對 雙方嗎 對 對 對 然後其實 這是一個連續的故事 就是 你剛講的是看前一部片 對不對 春風 就我之前有前一部 做不一樣春風 然後春風是在講一個 小鎮青年 然後他每天都畫了夢去 然後覺得自己 有一天 一定可以變成大明星 然後待到最後 也沒有這樣 就在講一個 小鎮青年的失落 然後其實 其實 這個故事當中 那個時鐘都沒有出現的哥哥 就是在前一部片裡面的同一個人 我當中在想的時候 因為 其實這幾個故事的人物 都是來自於我真實生活中認識的人 就是這個媽姐 其實是我的堂弟 他就是一個 小時候覺得自己一定會去參加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都會看 各種比賽 就是 類似像是 對 超級 紅人榜 等等的 你們現在這個年紀應該沒有看過超級紅人榜了吧 應該是我們 現在還有嗎 現在還有嗎 就是 就是以前小時候的那種歌唱選秀節目 然後我表弟就是一個類似 覺得他有一天一定會去參加選秀節目 然後走紅的人 然後待到最後沒有 因為他最後就是 去當個流氓這樣子 然後就也沒有回家 然後某天回家的時候 就帶一個小孩回來 他就把小孩丟著 然後他有點不見了 對 所以其實我前一部片春風 是在講 這個人他想要去參加歌唱比賽 他想要紅 但是最後什麼事都沒有做到 然後在那一開始就在講 他後來跑去當流氓 然後 跟生了一個小孩 不知道怎麼顧 把他帶回家 丟給他的媽媽跟妹妹的故事 對 其實是有原因的 所以你說 那個阿傑這個名字 為什麼我會一直出現 因為劇中就有人叫阿傑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連續的故事 所以下一部片 就不會連續了啦 因為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到一個段落 我覺得這個想講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就是出生在一個比較 就是重男輕女的家庭 我不是說我家 但是我們兩個家族 就是外婆奶奶等等的 然後我其實常常就會覺得 如果我說今天是一個 就像我堂弟 他是一個男生好了 他做這件事情 不會被譴責 就是關於他的荒唐 他的去當流氓 然後結了婚 就很快的離個婚 再一個小孩也不顧 他說這件事情 其實不會有人指責他 但如果今天 換作是我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哇很早就被趕出去 斷絕的關係了 對 就是我們對於 一同樣的一件事情 好像發生在一個男人的身上 是比較能夠被人量的 但發生在一個女人身上 是比較不能被人量的 所以其實我在這兩部片裡面 都刻意的想要去想說 其實就是 在我片子裡面的女性的角色 都是帶有一些正面積極負責任的特質 但其實就是我的一個小小的 不是小小的 不是小小的 是強烈的 就是我一個強烈的 就是 算是 捍衛吧 對 捍衛說其實並不是 對 並不是這樣子 嗯 講這個我會等不完 好 其實我用在這個部分 我沒有特別去規定 因為他們習慣說什麼 就讓他們在聽說什麼 那當然我在選講的時候 我就會先去做 就像譬如說劇中有一些中年婦女的角色 可能當初在選角的時候 我們就刻意的是希望會講台語的人 那倒拍在這檔場其實一樣的東西 就是你們要用什麼方式說都可以 你習慣就好 但是我要確定你是會說台語的 因為人家會說台語的人 跟不會說台語的人 那個再說話 就算你通通都規定他們說國語 但還是會不一樣 就是例如說兩個人 我們現在都是用國語的對話 可是我會講台語 那我想跟你講國語那會是怎樣的 對 所以其實在選角的時候 我其實都是 他們都是有非常流利的台語的基礎 可是在劇中他想要國語他就可以國語 他想要台語就可以不看你 對 並沒有特別去規定這個部分 我想回到你講到女性的動作 因為你在這次這裡講的 我講台語上面上面有特別 就是講到說希望為了女性 有很延長或想要放棄自己 有沒有要做的事情對不對 就是想知道你最多會講這個 我覺得特別關注這一題 還要為什麼會 特別有感覺嗎 就是在30歲之後 然後女性放棄自己的動作 對 30歲就會放棄自己的動作 好 是不是在搶的嗎 我先來講我先來講我先來講 就是他在你演技的時候 會想到說你是要維持的生活或是自己的 這樣子嗎 就是會特別有感覺 然後再一次再講一講 可以這樣子嗎 我在機馬的都可以這樣子嗎 哈哈哈哈 就一直講一直講 我一直有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就是我從小到大都會被取外號 就是我的外號都是充滿的 就是啊這樣講很長遠耶 不知道我如何被建立起我的性別意識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一個非常容易會遇到 我很容易被男生性騷擾 對 我記得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我的數學老師 我的數學老師他就有一次在我讀交作業的時候 我就在說假設跟我去讀交作業 然後他就拿那個以前都是用那個熱油膠那個 他就這樣轉 他就問我說 你知道老師滿喜歡你的嗎 然後這樣轉 他就說 你乖一點 我就不會對你怎麼樣 然後你要聽我的話 然後他就那一個熱油膠 哇 我當下 我小學六年級喔 我那時候 我還不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我內心裡面很反感 可是我說不出來 我就是有一個很不舒服的感覺 後來我就在想 啊 那我不舒服 我就是因為不舒服就要說出來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去做點什麼 結果我小學六年級 最後在畢業前 那一個學期 我就在跟我的導師對抗 因為我就覺得他這個行為很 我那時候不知道那個叫做性操擾 那時候我非常不舒服 所以後來以前我們班的班長 每天早上都會幫他買早餐 後來我就說 以後交給我買 他都會去福利社買兩顆包子 然後我就會跟他說我幫你買 然後我就會拿那個 把那個包子拿到 然後去廁所的地板 就這樣 所以在中間去 幫他買早餐 然後我會在他的杯裡面放蟹藥 就是看我高興 然後最後呢 但是我突然就沒有讓他發現自己做 但是那時候心裡面就是一個 他會把我以前想說 怎麼會改做這種事情 對 我小學六年級就這樣子 然後呢 這是我的第一次 人生中第一次遇到性操擾的經驗 然後第二次就是在我國中的時候 我國中我很怕有一個五兩男生 他就非常喜歡去携女生的裙子 或者是因為他女生很簡單 然後有一次我就真的很高興 我說你又在那邊拉拉單天下 我就很生氣 然後於是我就站起來 然後我往他的胯下又一個踢了一下 然後後來他就非常的憤怒 他就把我的脖子這樣掐 就是我們在自然科學教室 他就要把我的脖子掐住 要掐我到那個洗手槽那邊 你沒有想到 你哪一個學校都會這樣 為什麼都是這種暴力事件 然後我們兩個就打起來了 就是我們兩個打到 就是我們的脖子啊 就是都有那個抓痕 結果當時 我們被叫到訓療處去 然後訓療處的老師 懲罰了我們打架的這個行為 我們兩個都被懲罰 但是他完全沒有去懲罰 他對我讓我兼待的事情 對我講 我說他約好讓我兼待的時候 我就踢他的胯下 我踢他的胸兒這樣 然後這一次沒有被懲罰到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 那時候還不知道嘛 所以就也在想 哪裡有個怪怪的 然後接著一路到高中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那種很容易在等公車 那種背著說我要等公車 然後出來就會出現一個阿伯 跑過來對你 就是摸一把這樣子 或者是息胸 小時候就遇到各身各樣 各身各樣這種的事情 然後當時就會覺得 這個社會好危險 男生好危險 所以我小時候就是非常害怕的男生 就覺得感覺好像沒好事 你知道嗎 經濟上是沒好事 尤其是上了年紀的 因為我過去的經驗都是上了年紀的嘛 然後後來開始到了大學的那幾年 我就開始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可能因為我對於小時候的這些經驗 就是我對於男生會比較防範 然後這個防範就會讓我在 我自己的一個安全區裡面 會想要擴大自己的那個安全區 所以其實我從帶來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比較強勢的女生 就是我會表現出這件事情 然後不要讓這些無聊男子來騷擾我 然後所以我到大學的時候 一開始有各種外號啊 就是覺得說你就是男人婆啊等等的 然後我就發現我一直以來 我一直到我去女研究所之前 我的我的 我會因為我的性別這件事情 一直在一些表現 就是今天如果我比較 我穿的裙子 我可能就會散光 然後當我比較強勢捍衛自己 我就被說聲在講過 欸 都是你在講欸 都是你們在講 對 所以到了最後我開始 慢慢的知道是什麼 因為我其實一直到了研究所 我才真的去 算是真的開始做電影創作 那那個時候接觸了很多的電影 尤其是女性電影 然後我就發現 很多女性電影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關於女性到底是如何被貼標籤 如何被行作 如何被決定 她們應該怎麼樣才是最好的等等的 非常出電影發表的這件事 然後我的研究所的指導老師 他給了我一本書 他說你一定要看那本書 然後這本書是一個 女性主義者寫的 他叫做葛羅利亞斯坦的 寫的一本書叫做內在革命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 然後他在講的就是關於一個女人 她應該如何去 如何去找回自尊 對 找到自尊 然後這個自尊能夠幫助她 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類似想像這樣 然後那本書就完全 就是讓我這個批評過 就我開始去理解過去 我所害怕的 所討厭的 所反感的這些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就開始關注這個議題 但是說關注也不是說 真的是有去參與過什麼 只是說我會在比較 就想說我去關注這件事 那我就發現 很深刻的發現到 當我在年紀小的時候 還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在談論事情 做報告的時候 往往都是男性跟女性 是各辦的 因為在學校的分布大部分是這樣 但是當我隨著我畢業 我出社會 然後隨著我開始會去做一些 比較大的工作 我拍一些比較上製作的片 開始認識到越來越多 不同的層級的人 我就經常發現在會議桌上 我都是在跟一群男人開會 然後我就想 我自己本身也在學校教書 我們班上的男女 是女性 女同學是比男生多的 但為什麼 畢業過了30歲之後 剩下來的女性這麼少 對尤其是過30歲之後 然後因為其實蠻明顯的 就是他們其實就是進入家庭 走入婚姻 然後開始吃量力的工作 去帶小孩等等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 沒有以前在學校 我在內術的時候 對我來說 很多很有天分 很有才華的女生 但是過了30歲之後 他們就進入家庭 就放棄了這件事 然後這個事情就進循環啊 就是到了一個年紀 他們就放棄一切進入一件事情 到一個年紀 就放棄就進入這個事 然後我們再來說 欸為什麼 不平等 其實不平等的原因 非常清楚 就是因為 我們這個社會 其實還是比較認為 回歸家庭這件事情 比較是女人的責任 對 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這件事 過 我也覺得這個東西 不應該自己的口號 不是說我在那邊講一下 然後馬上就可以改變什麼 而是要去實踐 就當我現在 我可能剛好也是 面臨這個女生狀態 要去做一些選擇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我要真的去實踐這件事情 我就不能 因為我可能到一個階段 然後我要別的人生選擇 所以就放棄這件事 我覺得我一定要去堅持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在一些場合 我頒獎典禮 我其實會特別的去說這個事 是因為好像如果 這件事沒有被說出來 他就會是一個理所當然的 我時間到了 我就吃吃顧小孩 吃吃顧小孩 好像這是一個 就很像是你今天走一條路 然後那個地方 就可以用進去東西 你就轉換了 對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往前 因為大部分的 不管是男人用錢 其實應該都是要往前走 反正一定會有辦法 對我是這樣想的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是 就是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對於一直要被貼招牽電是很不爽 哈哈哈哈 只是什麼就是這樣 一直被貼招牽電是很不爽 其實到底是誰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做一個女性 女人應該要準備到才是對的 對 所以很多電影都是在 最後就是在反對這件事情啊 然後我覺得看到很多 你說要降低 我們最近來看的台灣電影來講好了 我們從今年剛 農曆年剛過嘛 你看到這些上 有上月線的台灣電影 有哪一個電影是真的完全是 以一個女性角色為主 很少 以女性角色為主 有什麼呢 犀利的欺負 或是什麼 我就不方便再多說 對 然後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是 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它很重要 是因為它會影響到我們的價值觀 例如我舉個例子 前一陣子我一個朋友推給我看一部法國片 那是一個法國的女導演拍的 然後她是拿到郭麗英感的精雄獎 最佳導演獎 這部片叫做愛情未來 是一個法國的女導演拍的 這部電影其中有一個橋段 就是女主角依下輩配 她在片中她經歷了一些事件 都是不太好的事 例如說她的工作出了問題 她的母親病危 然後她的先生又外遇 然後她的其實不是 其中非常細 就是她的先生跟她 坎前她外遇的這場戲呢 她花了一場戲的時間去講 去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她讓這個女主角 在知道了她的先生 跟她坎前外遇的事情之後 她一直講了一句話 她說 妳男生不能自己知道這話 妳一定要告訴我是不是 然後她說好 那現在我知道妳可以走了 然後外遇事件就這樣結束了 這個女主角也必須回到她的生活 去處理她生活 跟她母親的那些麻煩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之後 我就非常震撼 因為我就在想 如果今天是台灣電影 就會花接下來的90分鐘 去處理她如何走出昏電的傷痛 就是放過電影 只有一場戲 然後所以我說這個東西 會回歸到 當我們作為一個 譬如說20歲 17、18歲的一個 震災萌芽的青少年青少女 當你每次都看到電影裡面 花90分鐘在講一個人 怎麼走出情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情傷就是要走那麼久 可是當你可能想說 接觸的是 欸我發博片啊什麼的 他把對我自己看得很淡 就是 對於女人來說 可能愛情不是最重要的 感情不是最重要的 自我價值才是最重要的 你久而久之 你會潛移默化 你會覺得 啊 對啊 這沒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更多 這類型 不管是不是女性電影才好 應該說是去顛覆 去挑戰我們既有價值觀的東西 之所以需要有這些東西的存在 是因為它其實會影響 整個社會的人的心智發展 對會讓心智發展 有機會變得更成熟 所以我覺得 主拍這個片子其實也是啊 就是 片中的這個角色這麼的 這麼的出爐 很多男性觀眾 其實有一些男性觀眾 在看這個片子的時候 非常非常不喜歡被女女角 他覺得這女主角 沒有女生的樣子 當觀眾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啊 你太棒了 你中計了 我就到底講出這句話 他說他沒有女生的樣子 不是他像女生的樣子 這樣說我 如果今天這個男生 你是不是不會有個理解 你居然覺得 他這個野男孩 那為什麼不能野女孩 其實我一直覺得 做任何形式的創作 並不一定是電影 不管你是寫文章 或者是畫畫 你是作曲 寫音樂等等的 我一直覺得 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精神工程 就是我們在打造的 是一個精神的工程 就是當我們在一個 非常習慣理所當然的環境當中 你有一些新的 是跟過去的 在不同的東西拋進來 這個東西它可能 它影響一個人也好 影響十個人也好 影響不到十個人沒關係 但是只有一個人被影響了 那這個東西 就會慢慢擴散出去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因為我當初就是因為 接觸到了很多類似這樣的電影 我才覺得我開始去明白 去理解 去讓我過去所一些有的 不好的那一些 小小的片段接在一起 啊你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原來我討厭的是這個 我反對的是這個 原來社會的一個 主流價值關係這樣子 那我覺得今天 作為我自己作為一個 手上有工具的人 這個工具就是電影 我好像也應該去 我受惠於此 那我就可以去揮惠於此這樣子 對 但是我一直後來會 反覆講這件事情的想法 所以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其實不管是上課 或者是到各個地方去 我其實都會 每次講 欸那有問題嗎 然後如果那個班 或什麼的都是男生劇 我說欸女生有沒有意見 其實我都會特別的想要去關注 所以我去關注說 你不要害怕講打意見 不要再怕發言 來 請問 我講完了 可以 沒有問題 沒有 沒事 沒有什麼對錯 沒有什麼對錯 沒有性別 沒有性別 通常沒有性別 所以他會有一個男性化的 而且我們都知道他以後也會成為一名男性 他以後也會成長回一名男性 那又導演在剛才也講過很多 這齣劇中也比較應對了那麼多男性 基本上都不成立 然後而且他都無法掌握得了 像是男朋友然後那個伯伯 然後那一些潰塌那些打中的男生 他幾乎都無法掌握得了 到最後基本上都是抱著受傷 比如說對他們的能力 就是要處理應有的斷變這樣子 然後再來那幾個推他男生 就是直接踹他們的那一個桌子 然後最後然後他有兩個戲 也是就是反被罵了 就是說嬰兒罵很高 就是最後都很混亂 他唯一掌控的了兒是那一名嬰兒 是這個即將成為男生的這個嬰兒 那這個嬰兒也是他媽媽那個哥 推給他的 他掌握的了兒的東西 是別人推給他的那種制約的東西 但是對於他想掌控的那些東西 比如說男朋友他應該想掌控 但是他都無法掌控不了 但是想要問這一方面 這一方面為什麼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為什麼要助於一個性別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你到底要怎麼回答嗎 我在理解說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設定 對 我覺得你都講對不對 剛剛就講到 因為他沒有辦法掌控 其實我跟他可以掌控不起 剛剛都講到這個就是這樣 想問有沒有就是其他的 所以我都 好 都可以 請問就是他剛剛都講的嗎 每次我沒有理解錯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你怎麼會解釋得很清楚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我覺得你很想讓我用QA 因為我多一點東西可以講 呵呵呵 可是我可能那個 每次報案件都是在 都是在等 欸 平常不知道你怎麼分類 喔 好 我知道了 對 對 對 就我直接問第二個問題就好 好 我怎麼知道 好 第二個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怎麼樣 然後都把被吸 然後吸加壓的那些水 走廊上面 那那些東西公佈走廊那個積水 就是很多這種水的影響 就是 甚至還有跟水很像的 就是裡面的那些情緣的流動 比如說那些 那些 那些 流衣 那些 就是那些產業的 裡面的情緣流動 就是不太理解這樣子的安排 為什麼會有這種 影響在裡面 對 就是關於水這個 這個設計 其實 它不是一個設計 它是一個發現 對 其實本來的劇本 只有 會 會有 跟水有關的只有 嗯 亮亮的物質而已 就是亮亮 噴子的 那些噴尿什麼的 是來自於它的本能 然後 女主角的尿 是來自於 就是我的復仇 對 其實只有他們兩個有 那其他的東西以外 就例如說 像是 嗯 其實我會覺得 這是上天給的禮物啦 就我非常感謝 因為 嗯 我跟我的攝影師 我們都覺得 就我們 我們都會覺得說 電影它是一個 被設計出來的世界嘛 對不對 但其實我們的 我們比較是寫實主義路線的 就是我們其實喜歡的是 有風格的寫實主義電影 所以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在前世 就是不會去設計太多事情 就我們不會說 在這邊我鏡頭怎麼擺 然後怎麼所謂 我要設計好 我們不會 我們是 我們有一個主張 叫做用發現取代設計 就是用發現的東西 都會更昏然天成 對 就例如說今天可能你 你明明是走在學校的校園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我就是走在學校的校園 然後我就突然 無預期的看到地上有一隻蜜蜂 然後它的翅膀就是壞 就是飛不動 然後底下有一大堆的螞蟻 等著要搬行 可是它還活著 然後那些螞蟻等著 要把它搬回去潮林 因為它翅膀不能動 它可能等一下就死了 然後這隻蜜蜂還在掙扎 但是它飛不起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突然間 躲在學校 我就突然被那個東西給吸引了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如果睡在電影裡面 它會是一個非常令人覺得 印象深刻的一個片段 可是你平常坐在電腦前面 是寫不出這種東西的 我們坐在電腦前面 都會覺得好像寫劇本創作 它就是一個需要靈感的事情 然後天啊打到一道雷 你就頓時間就是有靈感的寫劇本 完全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寫劇本是需要走出去 然後需要去發現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 我在寫劇本的時候 我是有寫了一些 就我剛剛說的 這兩個人的尿 那兩個人的尿 那兩個人的尿 一個是復仇 一個是本能 就是這樣 其他的都是在現場發現的東西 例如說什麼 例如這樣會被羊好了 那隻羊就是 那個天台就是有一隻羊 對 我在看鏡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隻羊 但是要拍的那樣不見了 所以後來我就說 羊呢羊怎麼不見了 然後我就跟製片說 那去弄一隻羊來 所以我就去弄一隻羊放下去 因為我在看鏡的時候 看過那裡有一隻羊 我就覺得很酷啊 然後拍一拍 拍那種戲拍一拍 它就突然間 就是 因為我們很隨性 我們的拍的方式就是很隨性 就像紀錄片的拍法這樣 然後攝影師就不見了 欸攝影師人咧 他就說 喔羊在尿尿我又在拍 然後他又在講 然後後來我自己的姊姊看素材 就喔好啊 這個鏡頭可遇不可求啊 撿進去 那次撿進去 然後再拍那個 房子也在尿尿 那個房子也在漏水 是本來也不是在那邊 因為那個令動大樓 是一個摸自行的大樓 然後尿尿的牆在這裡 都本來是在這裡 最後都在拍一拍 在地獄鏡頭 我就心想 欸其實為什麼有水聲 我就轉樓過去發現 蛤那裡竟然在漏水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所以就離遲改劇性 然後跟所有人說 欸我們都把女主角的洞線 改到那裡 這個製片主公路人就氣死了 然後又覺得說 你這個打眼亂搞 所以當時你在現場 你永遠當天對別人忍潮樂謀 你們知道我像會靠北影視嗎 我像靠北影視 這是一個里程碑 我覺得很感動 我被靠北影視講啊 就是寫了一大堆 我什麼有的沒的 因為這樣子啊 因為這是好東西欸 你平常你要去買一個房子 一個大樓鑽個洞 讓它流水 你還沒去算做的這件事情 真的當然要啊 你就是做一個導演 你有點正直 你就叫去那邊拍 這東西就移過去 然後 然後所以這時候在剪輯的時候 我就 欸 剪輯的時候會覺得 欸這個也是可遇不及 我把剪進來 然後就當中剪進來之後 第一次放映在溝通電影點 然後就有人說 我對於你的片子裡面的隱慾 我覺得非常的高明 你的片子當中 所有的物件都在 都在尿尿 這個尿尿 反而變成是一種發洩 一種對於復璇社會的 真的 真的 那個 是反制等等的 我想 喔 好 我知道了 其實沒有隱慾 沒有隱慾 那一切都是巧合 就變成 欸 然後也感謝當時的觀眾 就是 去告訴我 當我總結了這件事情 他說這次高明的隱慾 就是對復璇社會的樣子 然後我知道了 我有多東西可以加嗎 對 這其實是這樣子來的 然後這一點 我想要講到 就是我覺得 那個其實還是取決於 在於 你到底認為電影是什麼 就如果你認為電影 它應該是一個 經過嚴密的 精細的計算 所製造出來的 你是在設計一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 要放到觀眾腦袋裡面 例如像楊德昌的電影 《孤里別放雷薩斯》 那樣的精密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空間 就是都是算好的 可是如果說 你是覺得 它是另外一種 它應該帶來 更多的自由 隨性 比如說像我自己 是比較偏向那種的 那我們其實在 閒置的時候 並不會去設計太多東西 也不會去隱喻說 紅色代表的就是 主角的慾望 藍色代表的是 他憂鬱的心情 黃色代表的是光明 代表的是 那些黑暗之前 靈靈之前 最後的一絲什麼的 我就不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 兩種都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 取決於在 你自己的怎麼樣子的人 然後你認為電影對你來說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自己是認為 我自己的生活中 很多很美的時刻 其實真的都是 都是發現來的 不是設計來的 這種會有些巧合 像畫畫畫畫 這樣畫畫我本來畫出去 就最後整個 只不過畫裡面 最美的就是那一個意外 對 所以我覺得 你剛剛講的那些 那個隱慾 其實就是一個意外 對 所以你覺得 我剛剛導演說 藝人家創作的是一個 有時候要提供兩個人 很開心 然後像我們導演 如果兩個人提供一個人 然後像我們導演 然後來要帶你去 所以你巧合你的影響 甚至應該會不會有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时间 就是 我觉得当你心里面有这样的召唤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 因为我有那时间我苦于 我不知道我要去什么 我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运气 就会说可以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让我有些灵感 然后我就在有一次去吃早餐的时候 就遇到了那个片中的那个奶奶 对 她不是特别人 是这个角色的缘起 对因为这个角色是 她其实有一个缘起 就是她是我的那个早餐店 那么一个在早餐店遇到的一个奶奶 她很特别 因为我去吃那个早餐的时候 她是其实早上下午就吃的 她是一个24小孩的早餐店 对 对 然后她 我那会吃的时候是一个午后 下的午后雷震宇的一个午后这样 然后我那天在剪接 在剪接一个纪录片 你这些纪录片也有也是 其中一个主角也是你们的学长 就是廖维成先生 对 廖维成先生你们知道吗 就是当初在 那幕录片就做《关于二十》以及无影生导演的 她在那边有讨问到廖维成先生 他們的時候 5 月的時候被帶著的事 對 然後那一天我去吃東西的時候 隔壁就做了一個奶奶 然後我就很期盼她點的東西她怎麼不吃 結果後來又來了兩個阿姨 那個阿姨就從她的衣服 她這樣衣服就掀開 拿出那個碗 碗裡面就裝了一個夾夾 她就把那個夾夾說 欸 牙齒來了 可以吃了 然後奶奶就把牙齒戴上去 那我剛剛就很錯愕 我想說那是什麼 可是那我印象太深刻了 然後後來我才跟他們聊天 我才知道說原來因為那個奶奶她 沒有幫我們吃她的牙齒 所以她 因為她其實每天都待在那個早餐店 她待在早餐店是因為她兒子 一直想把她送到養老園去 然後她不想 所以她每天都在早餐店跟老闆做伴 然後跟那兩個阿姨過來陪她 然後每天都是由這個阿姨 其中一個幫她保管牙齒 就每天這樣拿給她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嗯 這是一個 你在店裡桌前 你寫劇本寫不出來的東西 然後往往這種東西 它就會變成是電影當中很珍貴的時候 因為你想不到 對 它讓你覺得意料之外 所以其實片子裡面 方來上面有一個老人人跌倒 那也是我自己遇到的一個事情 就是每次這樣回家附近 有一天就躲在路上看到一個老人 這樣就這樣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然後我就去把他翻過來 因為他們身上都是血 然後當時旁邊就圍觀了一大堆人 圍觀了一大堆的一大群男人 然後他們就說 開始在旁邊吃尾巴折 可是這時候我是 真的真的就是拿著一包衛生紙 在幫他折血 然後我身上帶來都是血 然後後面那男人在那個 在想說啊怎麼辦啊 他是誰啊 怎麼誰認得他 然後最後他這個老先生 順利的被送上救護車 然後被帶走了 然後被帶走了 我那時候身上就沾了他的血這樣 然後有一個馬阿伯 就問我說 你這個女生讚 你勇敢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是你這樣那些化修你知道嗎 你這樣講得那麼久 你這樣過來幫忙一下 然後跳在那邊讚 我們讚個屁啦 你 對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趣 我就是把這些 我有在紀錄這些時刻 我有一個筆記本 專門就是在紀錄這些 有趣的事情 然後他寫劇本後 就是翻一翻 看有沒有什麼可以裝進來 所以我的電影裡面 都會給了一種 就是比較有生活感或寫實的感覺 可是又有點荒謬 對 因為這就是我在生活中 發現了一些事情 對 非常感謝導演 剛剛真的不知不覺好像已經十點了 其實很想再跟導演繼續多聊 那因為想說 要把時間掌控在差不多十點左右 所以呢如果還有想要再跟導演聊的話 就在結束以後再向前來跟導演聊聊天 然後很感謝導演今天跟我們 不是聊了關於熱量與噴子的一些創作的過程 真的非常的有趣 大家希望導演再再進行下一步作品 可以透漏一下嗎 下一個短片嗎 也是短片 我還沒辦法拍長片 因為我覺得短片很好玩 然後下一個是在講 中年富人的晉級 是富人的晉級 對 他在應該是 在講女人的手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不要拿來擦臉 對 好 謝謝導演 謝謝導演 謝謝導演今天的力量 然後希望導演之後的作品完全以後 還有機會再次邀請導演來 謝謝 謝謝